这两天台海局是有新动态 背后的意味也很有趣 10月5日 蔡英文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文 称一旦台湾沦陷 将对区域和平和民主同盟体制带来灾难性后果 也就是在向西方装可怜求助 10月6日 蔡英文向大陆喊话 呼吁严守分计 避免擦枪走火 同样在6日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表示 这是他从军40年来最严峻时刻 还故作强异要加强战备 10月6日 台媒联合报报道 有台官员称 大陆出现在台海的大鸡群 是针对英美舰队的 这一系列动作 反映出什么信息 我认为有两点 一是台独听懂了战机语言 蔡英文心里多少有些没底了 中国大陆的战机不断出现在台海 国庆期间的数量更是不断创新高 仅在10月1日 2日就出动77架战机 4日达到了56架次 4天共计出动了150架次 这些战机的语言 恐怕是最容易听懂的 也正因为心里没底了 蔡英文才呼吁避免擦枪走火 还向西方求助 多次说过 台湾与大陆的体量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估计是蔡英文与她的台当局 明白了一点点 二是中美略有缓和 蔡英文也可能心里没底 台海小局 始终是随着中美大局而动的 由于美国自身困境重重 甚至出现了不得不靠滥发美元来刺激经济的现象 美国很可能希望中国帮她治疗三高 所以 当前美国对中国释放了一系列缓和信号 释放孟晚舟 戴琪在调整对华贸易政策 美国表态不寻求新冷战等等 美国的这系列缓和信息 也很可能让蔡英文心里没谱 蔡英文应该有一个迷思 想借美国遏制中国大陆这股风 来实现资深台独目的 于是她不惜进行一场赌博 即冲到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前哨 来换取美国保护 问题在于 美国只是想利用台湾 只是拿台湾当一枚棋子罢了 谁会为了一枚棋子 来让自己沦为万劫不复 美国完了一辈子应 岂会被应锁完 至于什么民主 那是拜登用来忽悠别人的工具 蔡英文还当真了 也像西方说起了民主 还在难性后果 你这就不好玩了 希望 蔡英文与台当局认清形势 其实在台湾跟大陆统一之前 台湾没有新闻 我这么说 不是指台湾真的没有新闻 而是说在中国综合国力 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 中国完成祖国统一的意志非常坚定 反对台独的实力非常坚实 如此一来 台湾发生的各种选举 尊问 以及台独分子跟反华势力的各种勾结挑衅 都称不上真正的新闻 因为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台海的基本态势 更无法阻止中国必将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趋势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一支大约24人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及海军陆战队 一直在台湾秘密活动 协助训练台湾部队 且时间至少已持续一年 这条消息让很多中国大陆的民众很生气 认为这是台独势力与美国勾结 采取切香肠手段一步一步谋独的最新例证 还有一些人觉得很窝火 仿佛我们除了强烈谴责之外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他们看着台独分子上蹿下跳 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的观点恰恰相反 今天由于两岸实力的巨大差距 台独势力已经被中国大陆牢牢掌控在手心 无论他们怎么蹦打 都改变不了最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命运 秋后的蚂蚱再怎么蹦打 也无济于事 在这个时候 觉得惶惶不可终日的恰恰是台独分子 觉得寝食难安的也恰恰是台独分子 中国大陆的民众反而不用担心 因为在强大国家实力的支撑下 中国有足够的实力资源和手段 粉碎一切分裂国家主权的图谋 大家完全可以保持信心保持耐心 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 正一天天向我们走来 针对大家最关注的问题 我总结了对当前台湾问题的几个研判 供大家参考 一 怎么看待台独势力与美国勾结 采取切香肠的手法 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当前 美国和台独势力勾结的态势非常明显 除了传统上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之外 上述美国现役军人在台湾的消息 美国你邀请蔡英文参加所谓民主峰会的消息 都非常具有挑衅性 中国大陆的民众对此感到愤怒是很正常的 但从整体上来看 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准备正在全面成熟 中国已经将脚锁套在了台独分子的头上 什么时候拉绳子 完全根据中国自己的战略考虑 拉紧脚锁的时间地点方式 选择权都在中国手上 这个时候 台独分子心里非常发虚 头上已经被套上脚锁的台独分子 嘴巴上可能还很硬 他们趁着自己手脚还能动的时候 可能还会玩一些小动作 但明眼人都知道 一个被大陆用压倒性实力和决心套上脚锁的人 距离灭亡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今天 我们看待台独分子的任何言行 都要放在这个基本判断下去思考 面对一个邢将被脚锁消灭的人 无论他怎么口吐狂言 你都不仅不会生气 反而会觉得好笑 二我们离解决台湾问题是更近了 还是更远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 可以说 从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天起 中国的军事斗争准备 就是朝着解放台湾的目标去做的 过去一年多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中国的军事斗争准备速度大大提升 而且通过持续不断的飞机 逼近台湾西南空域等动作 让美台看到了中国军事斗争准备的实力和决心 正因如此 一直觉得统一遥遥无期的台湾人 开始有了紧迫感 以赵少康为例 一年多以前 提到统一 他还觉得非常遥远 甚至觉得可能他这辈子都不可能看到 但现在他几乎每天都在讨论中国武统台湾的问题 整个国际社会都看到了中国武统台湾的实力和决心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认为 台海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 美国印太司令部前司令戴维森公开宣称 未来六年内中国可能武统台湾 而台湾防卫部能负责人日前也承认 大陆目前已经具备武统台湾的能力 到2025年将具备全面公开的能力 毫无疑问 无论是从中国的准备看 还是从国际社会和台湾本身的感知看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跟三年前甚至一两年前相比 今天中国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 已经越来越清晰可见了 三 为什么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日益逼近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如果没有美国猛打台湾牌 对中国进行遏制敲诈 如果没有台独分子 天天在那里叫嚣挑衅 中国解决台湾问题 并没有太大的紧迫感 在台湾经济高度 依赖中国大陆的情况下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两岸持续的经贸 人文融合 最终走向一条自然的统一之路 但台湾形势的变化 让这种缓慢的自然的统一之路 越来越变得不可能 今天 恐众仇忠反忠 已经成为台湾社会很多人的基本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 既然自然的统一之路行不通 中国大陆当然要考虑用更强有力的方式遏制台独 推进国家统一进程 特别是最近几个月 像立陶宛这样的弹丸小国 也敢于在美国的怂恿下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这无疑会大大增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感 如果阿猫阿狗都能用台湾问题来敲诈中国 那中国的唯一选择就是 尽早彻底解决台湾问题 让这些人的阴谋破产 一旦中国认定 在不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下 继续维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成本不断上升 中国就会下定决心彻底解决台湾问题 四中国现在为什么不立即解决台湾问题 中国已经将脚锁套在了台独分子的头上 什么时候收紧绳子 彻底解决问题 选择的主动权在中国手里 至于什么时候动手 肯定会基于对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内外形势的研判 完成祖国统一 是新中国已经等了72年的事情 从情感上来说 当然是越早越好 从现实来说 当然是要选择代价最小 成本最小的时间点和方式 在当前台独分子的命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